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河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施抗疫,拼经济,反网报》 好,今节说一说,真是看到新鲜滚热辣了 其实我在某大的网站看到 有位黑暴仔 大家判断一下他是不是黑暴 他就说 我是Hong Kong 的年轻人 被判了 刑的了 刑字也写错了,顶他 他写什么刑? 写这个 无刑的东西 还写多了笔画 我不要紧,他只是打出来 我不要紧 然后写一个括号 事罚革命也是这样 大家明白了 我想到澳洲读书 之后通过香港人避风港计划 是不是要先找学校 之后 求出信再申请澳洲visa 哦 不是求出信 是要出信 是吗? 要出信 之后 再在香港 申请澳洲visa 会否要等半年或一年才批 我最后目标 就是想参加香港人避风港计划 那就可以移民了 想过身生活 有人说 你判了刑 是不是有案底 废话 我有案底 有一个自称是 移民律师 有案底 未必移民 不是吧? 他很搞笑 他说 澳洲的港人避风港计划 不是说帮香港人吗? 这个小孩子这么说 不是吧 不是避风堂炒蟹 然后 移民律师说 帮不代表不文不文 自动帮我全部 什么都收的 都要看什么 他就说 我很轻的 都是坐了一阵间 就问他一阵间多少 三个月 三个月 应该是 应该不算很大 三个月 另外 有人说 这个避风港计划 是给一般人用的 最后 那一刻都要提供良民证 我以事论事 有些人说 手足 我看 你出梁文证那一部分 有点难 之后有人就骂了 出来 他现在先读书嘛 读书又说要梁文证呢? 他现在问你要移民嘛 他都问了一套 移民律师说的有什么错 最后移民是要梁文证 那么骂人家做什么? 他说你不懂事 不要出声 律师比你懂事 不是吧? 律师不够你懂事? 不是吧? 有人说 申请难民就可以了 你看罗冠聪、郑文杰都可以了 你又没有人这么出名 你哪位? 罗冠聪 已经坐了很多鞋 而且断了六趁 当然 我不是说罗冠聪是比你叻 但是 他起码是什么国际线 西人、台湾佬都找他说两句 你呢? 就在19几年后 参途暖叉这样说 肥沛奥啊 彭定康啊 对啊 梅乐西啊 有没有见过你? 黑暴仔 在电视 我也见过了 在电视 在电视 之后 交易难民就可以了 郑文杰有没有犧牲 都要在 当着14亿人 你以前不认错 你记得罗冠聪那件粉红色 三仔 笑死了 亦有人说 难民签就 不用读书了 但是 难民签证 只是给你住 没有投票权 所以福利不一定申请到 连找工作也成问题 和移民差好远 那些人又说 听人说 你记住 听人说 那些 包头难民有很多福利 借字幕 不要这么说 别人 对啊 还有他们 专闻cash job 人家起码找到cash job 你找到吗?黑暴仔 应该说 别人捱得 他们捱得 另外有人说 读书那一部分 要 梁文静 之后 你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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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个骂人的人 他也是错的 他就说 我记得我一个亲戚 去读书 都是不用梁文静的 亦有人加把口就说 我记得几年前 我儿子去澳洲读书 都没有说要拿梁文静 你都会说几年前 顶你 不过这么说 这个移民学生有跳出来说 其实 澳洲是要的 不过抽查 看你运气 他说 你不要扮事 只会来银食 我就不信你这些移民律师 个个都骗我们香港人钱 我们看到 小弟真的看了这个英文网站 当然 小弟当然 不会像他们这样 暖叉那样说 是不是需要梁文静呢 因为他说首先要通过 学生签 学生签就是 500 即是 500 学生签证 他就有一点 喂 要这个 meet our character requirement 下面就下 我再点进去看看 我即场看 你怎样meet 他的character requirement 第1条你就死硬了 跟你说 You may not pass You may not pass the character requirements in some situation if you have a substantial criminal record oh no 即是怎样呢 他就说你可能 不会通过 叫做 应该叫品格测试 是否应该这么说 中文一下 可以这么说 品格测试 如果 是有一个实质的 criminal record 即是 犯罪记录 即是我们所说的案底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你就可能 不会pass 不过他又 may not 看看你有什么罪 但是我想 我想他应该是 什么毁坏公物 这些东西 或者是 可能是BBQ 这些东西 可能有味道BBQ 可能就是 炒烂点东西 这些东西 他会帮助你 当然下面有很多交易 我们先试一试 刚才博人家嘴 说别人不懂的 他又说什么 你知不知道他说什么 你究竟有没有申请过签证 梁文正是要 invitation的时候 颜色警 才会出给你的 澳洲是要求你declare 要求你 申报 申报 那你就要试试报 难道你说没有 你说是吗 你是不是这样教别人说 没有 你一报没有 你不需要 是呀 查到有 说大话 你读几年书之后 就直接回来 因为你之前是假 虚假陈述 阿哥 亦都说 不是要你有梁文正 才可以apply 才可以申请 你这些九头律师 懂得吗 你知不知道什么 什么是assessment nav 香港是low risk 你自己移民局看看 之后他就给了条链 我进去看看条链 那条链是白痴的 他给别人条链 三 狗不达白的 为什么呢 他给别人条链 是叫做Document Check List 2 Document Check List 2 只有三个选项 就是你选择的 passport 是来自哪个国家的 就是你的户子来自哪个国家的 第2个 就是 Education Provider 就是你得到 哪间学校的 叫做签证 或者是offer 应该叫做 录取通知书 sorry 之后一直那些 不关事的 你这些 的check list 是不够的 还有 刚才的移民律师说得对的 他是会 抽查你 你可以说 拼一拼 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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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查不到 如果抽查到呢 老伙 下面 可以拼 我看看 他们可能 是麻烦 他有一行 harassment 其实是当时 我记得很多黑暴 是中这一样的 他写明 There is a risk That why you are in Australia You would 就是 你可能 会破坏这里的纪律 和社会治安 他破坏了香港的纪律 和治安 对 他现在 他说你在你的 组织地 都有这个风险 冒险 你来到澳洲 一样都会有 又是很合理的 没理由去到另一个国家 立即成为好人 对吗 当然你可以这样说 黑暴仔 我们在这里 被他报警逼 还有 你这个撑黑暴仔 那个人 不知道是男还是女 但是我看到他 Facebook 原来是 芒果佬的人 哦 有这个 叫帮 帮这个芒果佬 入钱入钱入钱 月美交水费 还有人交水费 真是 那他证明他傻 其实 真的有写的 这个移民网站 大家可以认真看看 不需要听 你可以不相信律师 但是 你只需要在我们的 叫做 官方网站 就可以查到了 你就是 打这个 subclass 五千 五百 五百student visa 全部 就有那些 elegible condition 就出来了 可以让你通过条件 真的有 真的需要 是met our character requirements 这个是有写的 还有 其他的就不关事了 其他的 什么met our health requirements 就是那些 要体检 这些一般来说 正常人都可以通过 那么 你说的low risk 其实 就是看看你 有没有足够的 存款 因为对于有些国家来说 好像 某南亚大国 我不说别人 他们就是 很高的 机率 因为 他们 有些文件 就算那张纸 那张存款证明是真的话 可能都可以通过一些手段 拿回来的 大家明白 哈哈哈 另外 那个人就说 为什么你每次都要用力 吐人 的措辞 去反驳我 好心你啦 人家是移民 私人比你 还有 他又给了一条链 好像我刚才查 麻烦你 麻烦你 看一看 上面真的有写要的 还有 这个哥哥他问 就是这个黑暴仔 是不是 最后需要梁文正 是不是梁文正 才要移民 那就是 当然 人家扯开了 说 student visa 都可能要梁文正 这样 讨论一下 你也不用这样的 这些极端分子 很烦 亦有人说 现在 就算不用梁文正 始终 你最后移民 因为这个 避风港计划 你是要 毕业签 485 485 是要梁文正的 这个年刚才 芒果佬的信徒 在这里 串人的 他也说 最后才要 那你始终也要梁文正 你始终也有案底 他是不是觉得 读了几年书之后 那个案底会消失 不是那么天真 之后他说 政治犯不计的 果然是芒果佬信徒 政治犯不计 你说而已 我想 你这些人是得不到国际认证 老实说 那些西人 他就会捉几个人出来 做典型例子 即是觉得 我是帮他 好像罗冠聪的 郑文杰 甚至 梁仲恒 都有可能 但是你呢 还有王台仰 但是你 普通一个黑暴 坐得过几个月 不是有名有姓 谁理你呀 亦有人说 不用梁文正 但是 很不幸地 申请时 都会问 有没有 犯过罪的 我想是这样的 他首先问一下你 有没有先 你是不是敢回答 我觉得他想回答 他想回答 是呀 芒果佬信徒就叫他回答 其实他说 他问问你 有没有犯过罪 你自己 自己宣称 自己宣称 我顶你 你是不是叫人 虚假行述 你很糟糕的 就马上没法申请 就叫你走 亦有人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澳洲读书要给梁文正 现在 你几多年前读书 第一件事 你几多年前读书 第二件事 现在的官方网站说有 第三件事 人家律师说可能会抽查 因为我想他认识后 他看看你是否老实 大马上 是吧 如果你答 No 我没有犯过罪 我没有案底 你让梁文正我看 如果你被人抽查 不要那么幼稚 人家真的查你的话 你真是拜拜 澳洲 我都说过五眼集团当中 澳洲是最无情的 当然这个人说 我从来没有听过 读书要梁文正 现在 移民律师 你真是很喜欢什么都叫你准备 但是这个是正常的 你都叫你什么都不准备 哇 真是真是这样 这样也说得出 真是叫你什么都准备 如果没有准备 问到你的时候 没有那么怎样 傻仔 就是 他就说 有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准备 都是找回澳洲本地的 Agent 好一点 你呀 找香港人不好的 找你呀 他也是香港人 哈哈哈哈 亦有人说申请BR时 都要梁文正 怎样都担不掉 不过希望你可以申请 政治难民资格 哪有那么容易呀 原来又 勾引了另一个黑暴仔 他说 你是不是想申请 Subclass 500 学生签证呀 我可以PM你吗 我跟你情况有点似 你PM他也没用 他也不知道 哈哈哈 哈哈哈 另外亦有人说 我很多年前都申请过学生签证呀 过程都没有 要出事梁文正 你都会说很多年前呀 那些政策换了啦 傻仔 还有当你当时不用了 当你现在都不用了 但是 你说要过身生活移民嘛 重头戏是你申请BR的时候 BR的时候 怎样都是要梁文正啦 是吧 这个就是重点 我当你真是不用了 你读了几年书后 你是不是 直接申请乱文 但是你读了几年书后 别人说 你有被人逼迫吗 有逼迫你又可以读书的 是的 而且你若是申请乱文 若是直接去申请乱文 会好一点 因为很紧逼 你跟我说 读了几年书我还去乱文 喂 第一 你有一百几十万去读书 你是不是真的乱文呢 第二 你在这里生活了几年 都看你好似 丝毫无损 对吗 是不是乱文呢 另外 亦有人说 以我在澳洲住了几十年的理解 出不了 这个 梁文正给澳洲 到时 是要看个观点 是的 这个是现实 有些特殊情况 如果你真是乱文 或者被人逼迫 就行了 但是你是不是 大家不要忘记 我们之前做过很多节目 那些人又说什么宗教原因 被大陆政府逼迫 又说 又说 哎呀 又说哎呀 我被他们 很惨啊 家人又受到威吓 但是 官就问 喂 过了几年 好似你也是丝毫无损 然后呢 然后呢 还回去的 对呀 对呀 还联系过他中国的家人 你中国的家人 好像觉得挺好 那 更加多人说 哎呀 可能呢 我就当你了 这个Subclass500学生签证 不需要梁文正 但是呢 几年之后呢 你怎样转P呀 如果要用这个香港人避风港计划的话呢 怎样都要的啦 那 亦有人说 喂 其实过去了先啦 到时再找手足帮就行啦 怎样帮呢 你的法例就是法例来的 是的 如果有相关 社运的话 我相信 有方法的 他的意思搞社运呢 就是去抗争 叫 找一群人出来示威 跟澳洲政府说 说是逼得他们肯 吃蒙你呀 你真是不知道澳洲对 那些沉求被告者是怎样的 联合国也经常批评 我们的人权状况 对于这些怎样的 哎呀 你申请难民已经是 很糟糕了 澳洲申请难民 你真是不知道澳洲政府那种 那种狠境 亦有人说 现在想清楚啦 啊 不想再浪费他时间 已经拖了一大论 如果是 真是 有 犯罪记录的话 那就没办法啦 记住要declare 他就对了 就对了 要说明 有你就有 不要像那个蒙古老信徒 这样说 你declare才说 暗示 你自己报的 你不要啊 千万不要啊 亦有人说 今天不知道天的事 过去了 现在他就是 看看你500签证 是不是真的需要良民证 如果真的要良民证 或者抽查要良民证 当然他没有 过去了才能过不过得 你过去了才能够回来 到你没有的时候 你都交不出 但是 你明白吗 他也不一定有机会过去 如果真的抽查他良民证 当然 我们现在就当他不需要 不需要我当你们 对了 但是 移民的 网站上面说需要的 我当真的不需要 当而已 但你最后也是那句 你申请永居时 是不是一样要 是吧 有人也很实在的 就说 学生签证 当你OK 移民的时候 基本上 没有良民证 就不可能了 移民局 都是 搞香港 Path 的政党 是有两派的 两派人的 移民局 不会理什么香港Path 网海里面 说得对了 不会理你香港 避风港计划 他就要看你的条件 还有避风港计划 是给一些正常的人 去的 不是给一些黑暴 是吧 如果你是申请那些 难民 你就申请难民 我们移民部长说过的 澳洲有一个很完善的申请难民 叫做申请系统 你就申请难民 是吧 亦有人说 这个真是磨碌 有钱的话就博一博 澳洲什么都可以上诉 分分钟移民 不用担心手足 神仙的 有钱就博一博 可能你给律师费 都够读书 博一博 是 什么都可以上诉 什么都可以上诉 但什么都 判你败诉呢 最后 那你有浪费时间 有浪费钱 是吧 还说分分钟移民 真是上床来 如果是这样 之前澳洲就不用 赶回这么多人回中东 人家不懂 人家条件比你更好 就是我说 那些实质条件比你更好 因为那些地方很多 都有战乱 香港有战乱吗 有 你们这些人搞出来的 在街上搞人家的 BBQ人家的 是吧 有人说 向 澳德联查询 澳德联是极王的 等于郑文杰的 港桥协会 澳洲版的港桥协会 他们有可能帮助你 你说会不会只有你找过他们 之前有没有看SBS 很多人找他们 他们都说 尽量帮 现在能帮多少 是的话他们还不出声 白痴 有人说 政治庇护了 不用想太多 你就试一下吧 你就试一下吧 对吧 我觉得你不如这样吧 因为真的不知道你说自己轻辞判刑 不知道轻辞得如何 你申报的话 申报的话 你就申报吧 真的申报 没有出股惑吧 不如你想成功的话 你没有出股惑 你出股惑的成本是更加大 我只可以跟你说 你在西人地方 如果你不守法的成本 是大过守法的成本很多 所以 希望你停一停想一想 就是这样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了 多谢各位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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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